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是否能安然走完后半生 能养出如此树子 想必他的父母也是江湖的淫乱传奇 李宗瑞 台湾著名的富二代 父亲是远大证券董事李月苍 母亲据说是台湾有名的娇气花 因为都是台中人 所以年轻时李宗瑞的母亲和李月苍玩起了不伦恋 不过当时的李月苍是有家事的 而他也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穿上裤子就不认人的事情 估计他也没少干 所以李宗瑞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生了 母亲不是名没正确 没名没分 父亲对他爱搭不理 没办法 作为母亲的石锦绣 不可能不管自己的儿子 于是年纪轻轻的 他只能转身来到了台北 到酒店当起了公关 独自抚养李宗瑞长大 后来凭借着过人的头脑和超高的情商 石锦绣改名杨小丽 然后用积蓄和朋友在台北市的松江路 松爱路前后开了笔赋 伊雷斯钢琴酒吧 因为本身交际广泛 接触的人大多都是高官或者有钱人 所以没过多久就生意爆红 后来他又开了307钢琴酒吧 两个酒吧遥遥相应 也为他日后成为富豪 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因为年要经营钢琴酒吧 所以对于爱子李宗瑞 他也实在是无暇他顾 为了弥补孩子 石锦绣只能在生活上给他关怀 无条件地满足李宗瑞 只要是他想要的 只要是他能弄来的 这样的溺爱 也让年少的李宗瑞十分叛逆 惹是生非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而此时的李月苍不会想到 因为当初的意识冲动 和石锦绣擦枪走火 居然让一个祸害 自此来到了人间 他更没想到的是 正是自己的这一时疏忽 让自己在30多年后 遭受到了人生中最大的耻辱 也戴了一个 大到无法想象的绿帽子 与此同时 作为母亲的石锦绣 也察觉到了不妥 看着每天和那帮狐朋狗友 一起撕混的李宗瑞 他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于是他安排李宗瑞 去国外留学 不管他是否能学成归来 只要他远离那帮狐朋狗友就好 而事实也并没有让母亲 石锦绣失望 去了国外的李宗瑞 果然一事无成 不光如此 他反而学得更坏了 每个月光生活费 母亲就要给他打700万台币 就这 在石锦绣的眼里 根本就不算什么 溺爱过度的他 根本不明白他这样的做法 正在把儿子推向万丈深渊 有钱再加上血起方刚 李宗瑞的感情生活自然就丰富了 嫩模 女明星 长得好看的素人美女 他都交往过 朱笑天的前女友吴亚欣 台湾名模林伟如 女模赖木珍 很快 留学生涯转眼即过 回到台北的李宗瑞 因为父母的原因 玩得更过分了 因为在国外的这两年 他什么都没有研究 就研究国外的床上活动了 他也在国外体会了一把 不一样的抑郁风情 就这样 他开始流连忘返于各大夜店 每天除了在酒吧 就是在酒吧的路上 也就是从那时起 他开始在酒吧捡尸 搭讪 凭借着自己富二代的身份 灌醉女伴 然后把他们带到酒店 行苟起之事 但那时的他 还没有做得太过火 女人们因为他有钱 也乐于和他睡在一起 而这也让李宗瑞的胆子 渐渐大了起来 到了生日 他更是广妖好友 风光大伴 那些知名艺人 日盛金控千金观影 前泰店董事长 孙道存的大女儿孙盈盈 以及多位美女主播 都成了他的座上宾 李宗瑞的心里 其实有点变态 在和吴亚欣的这段感情中 就能看得出来 2008年 喜欢脚踏几只船的李宗瑞 遇到了吴亚欣 然后一下子就被迷住了 想方设法搭讪 要到他的电话号码后 就发动攻势 疯狂追求吴亚欣 不久两人就在一起了 李宗瑞再三要求他 停掉一切工作 专心和他在一起 并承诺会养他 吴亚欣一心想着要上位 于是照办了 结果李宗瑞 快速找了另一个女友 连当初答应帮他 支付房租的承诺 也没有实现 吴亚欣不堪打击 选择了割腕自杀 李宗瑞竟然毫不在意 还对外吹嘘 有女人为了他割腕 吴亚欣没想到 他会如此冷血 如此冷漠 彻底心凉了 不再有联络 但就算这样 吴亚欣还是被牵扯进了 李宗瑞案件的调查中 大量的劲爆对话和不雅画面 他成为迷奸案里 最受争议的C位 有钱人玩的游戏 也不过如此 可李宗瑞玩的游戏 更加不止 直到事情曝光那一刻 惨遭李宗瑞毒手的人 多达60人 其中不乏台湾知名女艺人 和模特 甚至就连她的女性友人 和女朋友的姐姐都不放过 但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血 2011年 一对夜店姐妹花 一纸诉状将李宗瑞告上法庭 控诉李宗瑞给他们下药 并侵犯了他们 还拍下视频 威胁他们不能声张 这对姐妹的控诉过程 非常具有戏剧性 当时妹妹是李宗瑞的女友 妹妹无意间 发现了李宗瑞的电脑里 有很多不雅视频 其中包括自己 也是在无意识中被她偷拍的 于是她和李宗瑞吵了起来 没想到李宗瑞置之不理 妹妹气不过 就把事情告诉了姐姐 姐姐约李宗瑞到夜店谈判 更没想到 李宗瑞再次下药迷晕了姐姐 带回家录制成新的小视频 起初李宗瑞一直坚称 双方三人都是自怨的 但是随着警方对案件的深入调查 陆陆续续接到了更多受害者的报案 这一查顺藤摸瓜 警方在李宗瑞的电脑中 发现了60多名女性大尺度照及视频 这其中不乏一线女星 著名人妻 甚至还有娇嫩少女 最不可思议的是 她竟然分类整理了这些视频 还刻成了光碟 按照A到Z排列 方便欣赏 她甚至还向好友炫耀 说自己存有几十名女星的大尺度视频 大致27计 殊不知 这些将成为她日后的罪证 而最令人炸舌的是 在受害人名单中 居然还有李宗瑞继母的名字 当时继母被李宗瑞抿晕晕后 她看在一家人的份上 没把这件事情告诉李宗瑞的父亲 但天有不测风云 她怀孕了 考虑良久后 她只能将一切向李宗瑞的父亲坦白 恐怕连李月仓都想不到 自己风流一声 最后竟被亲儿子戴了绿帽子 她怒火中烧 但也无可奈何 甚至还让妻子打掉孩子 保全这个逆子 于是在庭审时 李宗瑞坚持认为自己错了 但没有罪 还坚称那些女人就是看她有钱 非要死缠倒贴她 想甩都甩不掉 但无论谁也不能相信 这六十多个女孩 全是自愿成为小视频的主角 而且多数视频中 女孩们都呈现昏睡状 更像是被下了迷幻药后的状态 与此同时 警方也不是吃素的 经过调查发现 早在2009年 她就已经开始了恶魔行径 有知情人士爆料 她的惯用手段 就是在酒水中下药 让对方失去意识 再将他们抬上车载回家 如果受害者没有喝酒水 她就会以送对方回家之名 亲自开着高档车献殷勤 途中借机编造各种理由 如东西望拿 或衣服在夜店弄脏等说辞 把对方骗到她的豪宅 再拿出下了药的白开水 给对方喝下 迷晕对方 而后行猥琐之事 同时用相机记录 事后 李宗瑞还会假装无辜 躺在受害者身边 向完全不知发生什么事情的对方说 是你强奸我 不是我的错 甚至命令对方赶紧吃药丸 如此禽兽行径 实在不能忍 李宗瑞事件爆出后 舆论一片哗然 李宗瑞见事态恶化 已经超出了自己能控制的范围 竟然选了逃跑 警方找不到人 于是发布了通缉和限制出境 这期间不断有人在网上 散播李宗瑞的视频 照片 几乎整个亚洲都知道了 李宗瑞的丑心 有黑帮甚至悬赏500万抓他 李宗瑞陷入了被黑白两道通缉 全民围剿 人人喊打的命运 眼看事态越来越严重 就连李宗瑞父亲李月苍也扛不住 只能发表声明 呼吁小犬李宗瑞尽早投案 终于李宗瑞扛不住 出逃后的23天选择了自首 并在审判席上失声痛哭 就在大家看到一代一模入狱 觉得大快人心之际 周刊王却报道 李宗瑞在狱中过得还是像个少爷 依旧是个妈宝 李宗瑞的母亲不惜动用各种关系 经过三年多的审判 将李宗瑞从最初的一审30年有期徒刑 减到了终审22年10个月有期徒刑 不仅如此 为了让自己的宝贝儿子过好些 石锦秀每个礼拜都去看望 除了带好吃的食物加菜 甚至还暗中提供金元 李宗瑞的身上随时都有烟 出手大方 对大哥级的受刑人都很好 还有很多人抢着八戒服务 石锦秀也说 儿子在里面过得很好 还准备要申请面空大 通过金元 李宗瑞更是从原本吵杂 要搬粗重的印刷厂 转到最轻松的折纸工厂 只要负责拆信封 年小标签纸就好 哼 真是应了那句老话 有钱能使鬼推磨 记得多年前 就有专家科普 说世上根本没有什么迷魂药 武侠偏离往屋里吹一股烟 就能让屋里的人 追得死死的这种事 压根不会在现实中发生 这种说法 让很多人低估了 人性的邪恶面 甚至放弃了对男人的提防 可是李宗瑞用他的操作告诉你 口服的置换药绝对是有的 他就是靠这种药 侵犯了很多女性 只有当这种案件发生时 当事人或公众 才会猛然惊觉 原来有人竟然可以 坏到这种程度 讲真 永远不要低估人性之恶 更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 他所展露出的 都是想让你看到的一面 所以男女交往 一定要擦亮眼睛 尤其是夜晚 更要小心中途 离开那一会儿 非常容易给对方 留下作案机会 在此也要对各位男士说一句 不要心生邪念 毕竟没有买卖 就没有杀害 对于金虫上脑的人 更要请你清醒一点 爱情是绝不能走捷径的 请管好自己的小兄弟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权力者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